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的新闻内容丰富多彩 首先我们来看看美国国会议员即将访问印度的消息 下星期,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迈克·麦考尔将率领一个跨党派代表团前往印度 并计划在达兰萨拉会晤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这次访问不仅有共和党的麦考尔,还有民主党的前众议 员议长南希·佩洛西代表团将在6月18herd至19herd进行这次重要的会晤 接下来我们转向洛杉矶 这里的民主人士和异议人士举办了一个名为中共百年暴行展的活动 以揭示中国共产党在过去一个世纪内的独裁专制和各种暴行 尽管当天气温高达31度 但仍有近百名民众亲临现场参观展览 展览主要以图片形式展示 包括1989年天安门事件对法轮功的镇压 以及香港反送中运动等内容 旨在让更多海外华人和其他族裔认清中共的本质 最后,我们来看看一些活动参与者的感受与故事 他们中有许多是通过走线来到美国的年轻人 这些人对中共暴政的罪行有深刻的认识并勇敢出来反抗 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些展览和活动唤醒更多人认识到中共的邪恶 并促使各国政府采取行动 抵制中共的海外渗透和迫害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一个月球,两个阵营 美中地缘政治竞争延伸到月球Voay 载有月球背面地质样本的中国嫦娥六号探测器 按计划将于6月25日踏上从月球轨道回归地球的旅途 这距离1969年7月20日 美国首次将人类送上月球 大约55年之久 中国完成人类首次月被岩石采样的任务 吸引了欧美科学家的关注和参与 与此同时 中国还与俄罗斯在月球研究项目上结识 分析人士担心 随着中俄与西方民主国家的地缘政治摩擦 进一步持续和加深 这一矛盾也会在月球上演 专家担心 人类探月活动乃至太空研究 恐怕将分裂成两个阵营 嫦娥采集月球背面样本 国际兴趣浓厚 与中国科学界有15年合作经验的 美国行星科学家詹姆斯·黑德 参与了嫦娥六号月球着陆的科研工作 在谈到月球背面样品采集的科研意义时 兴奋之情 意欲言表 这名布朗大学地质科学杰出荣誉退休教授 地球 环境和行星科学教授 通过视频采访 对美国之音说 嫦娥六号 这次带回的月球背面样品 就像一个包含了许多材料碎片的宝库 所有这些都将告诉我们 月球正面和背面 为什么不一样 月球正背面地貌 差异很大 科学家说 嫦娥六号带回的岩石样本 可能为研究这一差异成因 和月球起源提供线索 黑德说 这将成为空间行星科学家的国际信息宝库 中国嫦娥六号探测器 今年5月3日 从文昌发射场发射进入地月转移轨道 按计划于6月2日 降落在月球背面南极 埃特肯盆地 东北边缘的阿波罗环形山 中国国家航天局说 探测器完成在月球背面的采样后 一台上升器在6月4日携带月球地质样本 从月球背面起飞 进入预定环月轨道 两天后 上升器成功与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 完成月球轨道的对接 并将月球样品容器转移到返回器中 目前 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 正在进行环月飞行 刺激返回地球 返回器将携带月球样品 载入地球的大气层 计划于6月25号左右 降落在内蒙古的一处着陆场 中国为了彰显了作为太空大国实力 让嫦娥着陆器在月球背面展开一面 由特殊材料制作的五星红旗 与此同时 嫦娥系列探月项目所展示的中国太空科技实力 也吸引了像黑德这样的外国太空研究人员的参与 来自欧洲空间局 法国 意大利 巴基斯坦的太空探测项目 通过应征中国国家航天局2019年对外发布的国际载核合作机遇公告 搭上了嫦娥6号的顺风车 入选在月球表面和月轨开展探测 这其中包括欧空局的月表负离子分析仪 法国月球神器探测仪等国际载核工作正常 巴基斯坦的立方星和意大利的激光角反射镜 以登月为代表 中国的太空成就显然在一定程度上树立了中国在国际上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科技声望 布朗大学的黑德说 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拥有向月球发射火箭的能力 火箭发射能力 对这些国家的国际关系来说十分重要 本质上就是世界如何看待它们 除发射能力外 嫦娥6号能够成功抵达月球背面 并升空返回地球全程接力工作 得利于缺桥2号中级卫星提供的通行链路 这被许多科学家视为一项技术突破 中国月球挖图 着眼未来基地建设 嫦娥6号探测器着陆地点 月球南极 蕴含着被美中两国都视为具备重要战略价值的资源 月球南极已经被探明存在的水冰 可以溶解成水 转化为氧气 氢气 后者可以用于火箭燃料 包括中国科学家在在内的太空技术专家 希望在未来可以收集加工储存和使用月球 当地自有的资源 而不必从地球携带 节省发射成本 以此维持月球上的人类基地 这一太空探索思路被称作原位资源利用 In-source Utilization 简称IS 太空政策与地缘政治学者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讲师 南拉塔·戈斯瓦米说 中国的探月思路也正在越来越关注 原位资源利用的方向发展 并以此作为吸引其他国家 加入北京领导的月球基地的卖点 戈斯瓦米对美国之音说 他们中国实际上正在改变论调 告诉那些希望与他们合作的国家 这个月球空间站就像一个战略高地 那些与中国合作的国家 可以从这个特定的重点受益 中国甚至已经提出 要在地球与月球之间建立地月空间经济区 并已定出了在2050年前后 建成每年总产值可达10万亿美元以上规模的 地月空间经济区建设路线图 中国政府一贯宣称坚持和平利用太空 但西方分析人士对中国开发月球的动机表示质疑 中国倾向于对月球抱着一种耕种商主义的看法 这与其威权政府形势一致 国防战略与太空政策与安全事务专家 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托德·哈里森 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 这与美国及其合作伙伴的开放 透明和自由市场的做法 形成了鲜明对比 他说一个月球 两个阵营 中国登月工程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 也在积极拉拢其他国家 组建一个与美国主导的探月项目并行的联盟 美国计划通过阿尔托米斯三号登月计划 让宇航员在2026年重返月球 中国表示 希望让中国宇航员在2030年之前登月 并在此后与俄罗斯合作建设月球基地 中国和俄罗斯从2021年开始计划合作建造国际月球科研站 英文缩写为ILRS 这个星期早些时候 6月12号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签署法律 批准了俄罗斯与中国去年签订的 关于共建国际月球科研站的合作协议 除中俄以外 目前参与ILRS倡议的国家包括委内瑞拉 巴基斯坦 阿联酋 南非 阿塞拜疆 白俄罗斯 和尼加拉瓜等 俄航天局官员说 已经有12个国家和航天组织将参加这个中俄主导的联合项目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哈里森说 中国月球研究基地的主要合作伙伴是俄罗斯 他们吸引了少数其他国家的加入 其中大多数国家没有强大的太空实力或财政资源可以贡献 在此之前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美国国务院2020年一同发起阿尔弥斯协定 与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等30多个国家达成多边安排 规定了缔约国在月球、火星、彗星以及其他天体等外层空间的民用探索和合作原则 中国和俄罗斯都没有加入美国领导发起的这一协定 俄罗斯航天集团总裁德米特里·罗格金甚至表示 阿尔推米斯协议是非法的,不符合国际法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德太空政策学者哥斯瓦米说 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战略结盟结构 以及每个联盟所希望从事的非常长期的明确野心 中国军队指挥探阅工程尹丹优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长尼尔森今年4月警告说 中国没有展示出和平利用太空的意图 他说 我们相信他们许多所谓的民用太空项目都是军事项目 他说美中事实上处于竞争之中 就在嫦娥6号升空的前一个月 中国政府宣布进行新型兵种结构布局 明确宣布军事航天部队与网络空间部队 信息支援部队 联勤保障部队一并纳入新型兵种布局 由中央军委领导指挥 在历次火箭发射、卫星回收过程中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程参与 中国九泉、太原、西昌等主要卫星发射中心 以及航天测控基地也一直属于解放军编制 另外 管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专门机构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装备发展部下属的政军级办公室 尼尔森5月23日又对美国国会议员表示 中国可能将月球南极据为己有 他说 由于地缘政治因素 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太空竞赛 他警告 要记得中国在造陆方面的所作所为 他们到南中国海 然后宣称那些地方是他们的 其他人都别靠近 专家说 中俄与美国通过两个阵营所展开的 对月球重新探索竞赛 关乎的不仅仅是资源开采 这实际上是为了开创太空商业如何进行的先例 并为月球上的活动建立行为规范 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哈里森说 哈里森强调 这场竞赛的一个重点是建立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国际伙伴关系 并对月球经济应如何为所有人造福 有着共同的理解 在这方面 中国已经落后于美国和自由世界 他说 中俄合作恐将终止 对于参与嫦娥6号月球探测项目的欧洲空间局来说 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与中国合作探月实验了 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探月工程的重要国际合作伙伴 俄罗斯对这些项目的密切参与 自俄罗斯2022年4月入侵乌克兰以来 欧盟与美国一道 对俄罗斯多项产业实施禁运和制裁 其中包括对俄罗斯太空工业的技术禁运措施 欧空局也终止了与俄罗斯计划中的月球探测项目 美国专门报道太空事务的新闻网Desk News 6月12号 援引欧洲空间局国际关系处主任卡尔·伯奎斯特的话说 目前还没有决定继续在嫦娥7号或嫦娥8号上进行合作 欧空局也不会参与中俄领导的国际月球研究站 伯奎斯特表示 欧空局不会在ILRS国际月球研究站上进行合作 因为这是中俄的倡议 目前与俄罗斯的太空合作在禁运之下 但欧洲与中国的近期空间技术合作还会继续下去 Space News报道说 欧空局仍将为嫦娥6号提供地面站支持 位于西班牙大家纳利岛的马斯帕洛马斯空间站 将在嫦娥6号飞船于6月25号左右返回地球时 对其进行跟踪 此前 法属规亚纳的库鲁空间站 在嫦娥6号发射后 对其进行了数小时的跟踪 以确认其轨道 2015年开始的中欧载人航天合作 如今已经处于休眠状态 博奎斯特此前对德国之声表示 欧洲航天机构使用许多来自美国的设备 而美国对这些设备实施了出口管制 他说 这些设备我们不能用于和中国的合作项目 同时我们欧洲也无法不用这些来自美国的关键设备 美国科学家希望继续研究嫦娥月球样本 美国与俄罗斯在太空探索方面 仍然保持有限度的合作 但与中国的空间技术合作有法律上的限制 美国根据2011年通过的一项法案中包含的 沃尔夫修正案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 或国家航天委员会的政府资金 威京联邦调查局认证 不得用于与中国或中资公司合作和双边协调 布朗大学地质科学专家黑德说 他仍然对美国科学家 与中国进行空间技术的合作研究感到乐观 特别是像嫦娥六号这样的多边合作项目 以及月球地质样本 这类不直接涉及军事用途的研究领域 他告诉美国之音 他和同事已经获取了美国政府的批准 可以参与对嫦娥五号采集的月球样本的研究 我们希望同样的关系将继续下去 有关嫦娥六号样本的许可也能够继续 当然 中国将首先向中国科学家开放这些样本 但与嫦娥五号样本一样 他们已经对国际申请 甚至美国申请开放了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下周访问印度 并将会晤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迈克·麦卡尔 下星期将率领一个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组成的代表团 访问印度 并将专程前往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 达兰撒拉与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举行会晤 民主党籍的前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也是代表团的一位成员 路透社引述藏人行政中央一位官员的话说 麦卡尔、佩洛西以及美国国会代表团的全体僧员 6月18日至19日将前往印度北部的达兰撒拉 拜会现年88岁的达赖喇嘛 路透社表示 在美国国会代表团访问达兰撒拉后不久 达赖喇嘛将启程前往美国的一个医疗机构治疗他的膝盖 目前还不清楚 他在美国期间是否会与美方官员进行互动 美国国会议员经常访问达兰撒拉 并高度赞扬达赖喇嘛 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为保护西藏的语言和文化特点 而在寻求国际支持方面的不懈努力 北京否认破坏西藏的语言和文化特点 并将达赖喇嘛成为危险的藏独分子 路透社在报道中说 美国国会代表团访问印度期间 一个由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组成的代表团 也将访问印度 代表团成员包括白宫国家安全顾问 捷克·撒利文和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 科尔特·坎贝尔 路透社说 随着美中战略竞争愈演愈烈 华盛顿一直在努力提升与新德里的合作关系 路透社曾联络迈卡尔的办公室 寻求对印度之心的评论 但是没有收到立即的回应 佩洛西的办公室则表示 依据行之有年的安全政策 无法证实或否认即将的旅行 美国国务院和白宫国安会 也没有就撒利文和坎贝尔访问印度 是否会晤 达赖喇嘛 以及在达赖喇嘛赴美接受膝盖治疗期间 拜登总统是否与他见面等方面的提问 做出立即的回应 达赖喇嘛过去访问美国时 曾多次应邀前往白宫 受到多位美国总统的接见 但是自从拜登总统2021年入主白宫以来 他还没有与达赖喇嘛见过面 路透社报道说 拜登2020年在与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假如总统大卫时 曾在选战中指责特朗普是过去30年来 唯一一位既未见过达赖喇嘛 又未与他通过话的美国总统 并且将此描述为可耻 路透社说 不过如果拜登此次会晤达赖喇嘛 此举也会引发北京的强烈不满 给美中双方试图稳定关系的努力 造成冲击 达赖喇嘛1959年在一场抗议 中共统治的起义行动失败后 逃亡进入了印度 并从此居住在达兰萨拉 北京当局声称 西藏自古就是中国领土 而且强烈反对任何国家的领导人 与他会面 此前 美国国会众议院 6月12号 刚刚以3printer 91票赞成 26票反对的压倒性结果 通过一个名为 促进解决西藏 中国ton Resolution to the Tibet-China Dispute Act 该法案目标在于针对 2002年西藏政策法的内容提出修正 这项法案上个月底获得参议院的通过 因此接下来将送交白宫 等待总统签署生效 法案表示 西藏人民是根据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在立法享有自决权的人民 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政策 不允许他们行使这项权利 美国的长期政策 是鼓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 与达赖喇嘛和其代表 在不设先决条件的情况下 进行有意义的直接对话 以寻求解决分歧的方案 但进一步对话的一个障碍是 中国政府要求达赖喇嘛认同 西藏自古以来 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由于达赖喇嘛拒绝做出这样的表述 双方对话始终停摆 法案称 美国政府从未采取 西藏自古以来 就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 西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争端 必须根据国际法 包括联合国宪章 通过不设先决条件的对话 以和平手段加以解决 这项获得跨党派支持的法案 要求美国的公共外交努力 应该反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 关于西藏历史 西藏人民 西藏机构和达赖喇嘛的虚假信息 该修正案以国会意见的形式指出 中共官员声称西藏自古以来 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在历史上是不准确的 另外中国政府也没有达到美国的期望 与达赖喇嘛或其代表进行有意义的对话 或通过谈判达成包含西藏人民愿望的解决方案 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制定策略 促进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或其代表 或西藏民选领袖之间不设先决条件的实质性对话 法案还表示 美国可以寻求各种活动 以改善通过对话就西藏问题达成谈判协议的前景 与此同时 法案也声明 美国国务院有责任与其他国家政府协调多边努力 以实现通过谈判达成西藏问题协议的目标 法案给予国务院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更大权力采取行动 积极直接的反击来自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 有关西藏的虚假信息 包括努力确保美国政府在西藏议题上的文件和声明 710近 洛杉矶民主人士举办中共百年暴行展 驻海外人士认清中共本质 美国之音中文网 随着中国共产党建党103周年的临近 星期六 6月15日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中国民主人士和异议人士 在洛杉矶华人聚集地举办中共百年暴行展 揭示中国共产党在过去一个世纪在中国大地上实施的独裁专制和犯下的各种暴行 举办者说 他们希望帮助更多的海外华人以及外国政府进一步认清中共的残暴本质 当天 华人聚集丁胖子广场所在的蒙特利公园市 最高气温达到31度 天气十分炎热 但依然有近百名民众亲临现场参观展览 展览主要以图片的形式展出 展出内容 用活动组织者的话说 都是中国共产党刻意封锁的信息 其中包括1989年6月3日至4日 中共动用军队向反示威学生开枪 1999年开始对法轮功的镇压 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 中共武警和港警对和平游行市民的镇压 以及中共在全球设立的海外警察局 镇压政治反对者和异议人士等 此外 展览还介绍了美国FBI为反击中共海外警察局所宣布的重大逮捕行动 以及如何识别中共跨国镇压 和向美国FBI举报的具体方法 让更多海外民众认清中共的真面目 展览的组织者之一 中国民主活动家王军涛表示 展览主要展示了三方面的信息 共产党的罪行和暴行 反抗暴政的英雄人物 以及让大家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民众 对反抗中共暴政的支持 王军涛说 让人民了解中共暴政很重要 让人们认识共产党在中国到底什么样 很多人认为这还不是一目了然吗 确实不是一目了然 你看看海外的华人 有人生活了两代了 都还活在共产党的教育之中 他们也不大看英文的东西 他说 如果你来自中国大陆 这些正是共产党最不希望你看到的 他说 展览的第二个目的是让海外华人和其他族裔的民众知道 哪里有压迫 哪里有反抗 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人在反抗共产党的暴政 也有一大批英雄人物 包括我们中国民主党的活动本身 就是向人们展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行动 王军涛说 他说 更重要的一点是要让民众知道 全世界的民众对反抗中共暴政的支持 他说 美国政府正在开始有计划的进行清理和清洗 中共的海外镇压活动 就是一个例子 活动主持人陈娟出生于1989年 来自福建省厦门市 于2022年10月通过走线 中国公民通过南美、中美洲 往北偷渡前往美国寻求庇护的方式 来到美国 他说 这次化展的目的是让更多中国人清醒地认识到 共产党是一个非法的武装组织 并不是一个合法政府 他犯下的滔天罪行和反人类罪行 庆祝难书 他表示 要在中共制造下一轮人道主义灾难之前 揭露其真相 他希望所有海外团体能够唤醒国内民众 让他们联手推翻中国共产党 认识到中共的邪恶 越来越多的年轻走线人加入 王军涛说 这次活动吸引了很多年轻人 让他感受深刻 巴西后 久离后 甚至00后 这一代人已经觉醒 他们认识到共产党暴政的罪行 并且愿意站出来反抗 他们对共产党暴政更加痛恨 反抗也更加勇敢 这次活动的义工王家是80后 来自河南省郑州市 他于2022年9月18日通过走线 中国公民通过南美、中美洲 往北偷渡前往美国寻求庇护的方式 入境美国 他表示 中共最可恶的一点是 即使一些宗教和异议人士逃离中国来到海外 他们仍然会感到恐惧 他希望各国政府能够认清中共的真面目 并将这些海外的间谍全部抓捕 这样大家才会安全 王家对美国之音说 在中国 由于互联网防火长城的存在 大家无法了解中共的真相 既然我们已经逃离了中国 摆脱了中共的暴政 我们就有义务认清中共的真面目 并将真相传播出去 活动参与者郭小聪也是80后 他出生于1987年 来自湖北省襄阳市 于2023年4月通过走线来到美国 他表示自己是在来到美国后 才了解到许多在国内无法获得的信息 尤其是关于中共的一些黑箱操作和海外渗透 郭小聪说 你所了解的政权和实际情况并不一样 它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伟大、光荣、正确 我们有义务和必要去了解更多真相 并将其传播出去 让更多人了解和关注 从而对这个政权有所警惕 很多人来到美国后 不太关心政治和中国的人权状况 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需要有更强的防范意识 去抵抗中共的渗透和迫害 以及他们的一切洗脑宣传 活动参与者陈建伟同样出生于1987年 一直在北京工作 他因支持香港的反送中运动被中国大陆的公安约谈 后来又因更换住处受到当地派出所和居委会的监控 然而这些都不是他最终决定离开中国的原因 促使他下定决心冒险来到美国的 是公安对他网购等私人生活的监控 陈建伟告诉美国之音 2023年我在网上购买了一个投影仪 结果当地派出所打电话 问我为什么买投影仪 这是一个非常私人的行为 本应只有我自己知道 但公安却知道我买了投影仪 并询问我为什么买 使用场景和使用频率等 这件事成为我最终决定离开中国 冒再大风险也要来美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活动参与者卓子杰出生于1970年 但是他表示 他不希望孩子留在中国接受中共洗脑教育 三年前他持旅游签证带着两个孩子 从江苏省来到美国 他说 这次展览让我非常有感触 有时候我也会害怕 因为中共对我们中国人的言论自由 和其他方面的迫害非常严重 有时我也会感到恐惧 但我钦佩那些站出来的人 他们是真正的英雄 活动主持人陈娟说 这个展览很快 还会在洛杉矶的很多地方展出 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唤醒中国人 陈娟说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